彩凡希英在台劇表現亮眼 因此知名度大增 近期演出由柯正宗指導了電影黑的教育 好演技讓她入圍台北電影獎影帝 可以說是創下事業高峰 然而事業順利的她的感情卻不是相當順遂 彩凡希透露在拍完不能流淚的悲傷時 遇到了前女友 透露對方在她事業低潮時出現 對未來感到迷茫時給予陪伴 而女方是在日本的台灣人 兩樣大談了三年的遠距離戀愛 不過最終人不敵距離的考驗 蔡凡希提出分手 結束了戀情 她也談到在分手後想了很多 曾覺得很可惜 什麼關係都做不了的那種可惜 也因為結束戀情 心情陷入低潮 最終因領養了愛犬 才讓她慢慢走出情傷呢 降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